就是整个运气42天就开始吐到 已经要打果汤来维持营养 如果既然怀了就不能抛弃孩子 良心上我也过不去 为了说想把孩子生下来 安全生下来 已经停止留心在家里了 想不到在第一个孩子的运气 两个多月的时候 他已经动手打我了 因为一览扬眉的事情 我的想法是说 他四叔他五叔 堂哥一人半筐子 我们自己留半筐 他就说要给他堂哥是最多的 其他有的有有的没有 我说你这样做不合适 后来他不同意 争吵的时候他就动手 就当时打这个眼睛是肿起来的 在你怀孕的时候 两个多月的时候 大儿子两个多月的时候 然后那天 就有点担心说小孩子会不会掉 但庆幸是没有掉 那当时我的整个运气 也是非常非常的压抑 他没有陪我产检 包括我一月四号住院的时候 但是那个小孩子已经九个半月了 我只能一个人打包了行李来住院了 出租车 自己问我说 你要去哪里 提着大包小包 我说准备再车 他说那为什么就你一个人 我没有话说 因为当时我不能生气 我生气孩子会有影响的 一五号八点的第一场所说 那我四号晚上就一定要到了 他说一定要早上到 我说我不跟你讲 我自己先去就好 后面他也跟着去了 早上再签署那些 手术同意书 对对对 他就脾气很不好 就跟医生就爆出口啊什么的 你老婆孩子都在别人手上 你还这样子 我还得忍气尊重 这个医生道歉说 不好意思 他不是针对你怎么样怎么样 当时我很难过 你知道 人家旁边是呵护他妻子 来签字好好说 因为是刚结完婚 有一些性格是要磨合 我们都属于那种急躁型的 急躁到会在他怀孕的时候动手啊 事后我也很后悔 因为当时可能火气都冲起来了 没有一方先人让 我也照顾比较不周到 反正刚开始我们就是天经常吵 有时候情绪控制不住 做了一些可能比较出格的事情 结婚后初为人母 戴女士的生活轨迹就彻底改写了 曾经身为职场女性的她 变成了全职太太 带孩子导致的睡眠质量差 加上丈夫的漠不关心 外加精神上的焦虑 促使戴女士患上了产后抑郁症 当时年轻气生的黄先生 丝毫没有察觉 依然由着自己的性子 争吵和动手时有发生 直到两年后的一次动手 让戴女士遭受了无法挽回的伤害 让她一度想放弃这段婚姻 14年的8月7号那天吃午饭的时候 她爆出我骂我 我也回她 然后她就说了一句说 我说你妈在那里 然后她就一巴掌打过来 用脚把我踹踹倒 那我这时候我就蒙了 她打我我肯定要反手的 然后我就拿着高压过 我就把那个戚犯倒掉 她妈拉了我 因为我也想了一下 因为还是要过的 还是舍不得下手 没有打下去 被她抢走了 抢走之后 她就直接打到我头上 疯了 我到六针 这个时候我就自己发现到 我有时候他们颜值上的激我 我就会控制不住 甚至不管是自伤 或者是伤他人的想法 时常是有的 我就带语言去看 已经显示说是有重度的 那个抑郁重跟焦虑症状 这样子 当时医生说要住院 但是还是没有人带 小孩子体质也不好嘛 也不好带嘛 都是我妈妈帮我带 很辛苦的 一个礼拜抱着我孩子和我妈 白天跑西医 晚上跑中医 24小时跑了 三个医生 我都不知道要拿孩子怎么办呢 他还指着我说 人家以前生那么多孩子 都带过来 你现在一个你 你连孩子都带不好 你还能干嘛 不帮忙 反而还指责你 对 然后孩子每次发烧 我都提心吊胆 都不敢睡觉 都定闹钟 一个小时 要起来观察一次 要给他物理降温 要给他干嘛 他睡他的 本来就说好 你上半夜我下半夜 结果好像上半夜 下半夜都是我 以致我两年晚上 都不敢睡觉